好,正任教育国立东华大学的摄影艺术家罗慧宇 与策展人侯鹏辉历时三年挑选照片 从开始创作大约25年间累积的数以万张的影像 精选42张重新拆解和堆叠 在好地下艺术空间举行浮流幻影各展 而透过这个影像回望一路以来的心路历程与视野的改变 即日起等出道3月25号 欢迎民众前往参观欣赏 原先被淘汰的照片是不是也有可能被重新拾起 正任教育国立东华大学的摄影艺术家罗慧宇 从1997年赴美工读摄影硕士开始 创作月25年累积了数以万张影像 历时三年与学生也是朋友的策展人侯鹏辉 七手精选42张照片拆解与堆叠 重新赋予生命 即日起在好地下艺术空间举办浮流幻影各展 主要是以一个50岁的双胞胎的妈妈身份来回顾重前 那回顾重前有很多记忆 有很多时间的流动 所以我们以扶刘幻影这个主题当作展览的题目 这个展览策划了三年还蛮久的时间 因为我跟策展人把我从1997年开始创作 时期以来的作品 一直到现在二十几年将近三十年的时间 做重新的整理 所以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去整理我早期的底片 策展人开玩笑说是抢救老照片 而且花了很多时间看了我印点里面所有的影像 所以从这个影像的整理当中 重新再来安排 再来排列一次这个二十几年 生活流动的状态 其实我觉得蛮特别的 因为从50岁现在的姿态回望二十几岁 也因为这些照片所以那时候按下快门的心情 似乎还可以感受得到那时候的困惑 那时候的迷惘或者那时候的享受 那时候遭遇不同的人跟事情 经过这些照片整理 经过这些照片整理那样的情绪 好像是虚幻 可是它又是这样真实的牵动你的情感 这次展览希望观众能够用心来感受 不一定要用眼睛看 有句话说为什么看不懂美术馆的展览 就是因为你太想看懂了 其实有时候看展览 我们就可以放松自己的心情 然后去感受一下这些影像 是不是尝试对你诉说什么 或者你的自己的生活经验 可以怎么样的跟这些影像对话 是这一次想要挑战观众的 也是想要带给观众的一个 非常纯粹的比较感受性 非常感性的展览 二十多年间 艺术家经历了人生不同阶段心境变化 摄影行为由于在艺术创作 与日常生活戏风之间 影像成为了让幻影与现实交融的媒介 转化为一种探寻生命意义的流动状态 影像里运从的情感 是与艺术家的生命状态 紧密相连的原始片段 细腻而丰富 节夜期展出至3月25日 欢迎喜欢摄影的民众 前往体验生命的浮流幻影 记者长邦彦华林区报导